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在时间早晨7点07分了 我们此刻为您连线旅大吉旅建筑师 请旅建筑师为我们来解说什么是文盟楼 还有文盟楼明年的春节就要开始修缮了 那么接下来它又附有哪些重要的历史意义 还有教育意义呢 这一点我们都要请建筑师为我们说明 建筑师您早 早安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早 谢谢您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建筑师我想先首先请教您 也许我们的听众并不是那么的了解文盟楼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先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是文盟楼 它会在台北市的哪一个区块呢 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文盟楼它过去是 我们所谓的纪女户工餐馆 那算是目前保存相当完整的一个工餐馆 但它位于大稻城 那大家知道说一百多年前 大稻城是台湾最繁华的地区 那尤其是临下路跟龟衰街一带 有所谓的义旦街 也就当年的这个九楼也林立 包括那个江三楼 红来阁都在这个区域 那整个建筑大概有八十年的这个历史 那在光复前其实这里并不是工餐馆 它是一个小型的加工厂 那建筑建于1930年代 那是光复后期才作为工餐馆使用 嗯 了解 好 那可是接下来这个提到修缮这件事情 它为什么现在要修缮呢 是因为整个建筑已经不安全了吗 还是结构上有点问题呢 是 因为我们这建筑其实是建于1930年代 那这个建筑在2006年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也认定为市建古迹 是 那早期的这个建筑都是专木构造 那一下八十年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老房子了 那当然就是说在结构上就比较老旧 那同时这个建筑也必须要有 赋予一个再生的一个任务 所以我们才会进行后面的这个修复再利用的整个工程跟计划 是 提到了文盟楼 他目前的拥有权其实是归给林丽萍女士 那他把这个修复的工作交给您 而且在农历年之后就要开始动工修缮了 未来的空间的规划是什么 还有就是建筑事物想请教您 您用什么样的原则来帮他规划 我想我们是依照文资法相关的这个规定 的一些修复准则来进行修复 那原则上是以保有现有文盟楼的空间格局 那相关的材料也才修旧如旧的这个方式来进行 那当然就是说在结构补墙的部分必须要导入新工法新材料 那原则上会进行部分的干购的一个补墙 这是在结构修复的部分 那自己在空间的利用上 未来一楼会做这个橱窗室的无人博物馆 同时就是当年的这个工厂的职业房的这个场景会复原 那另外有一些多功能使用的展览空间 这是在一楼的部分 那在二楼的部分我们预计作为共同工作室 跟这个小型的检讨的会议的空间 那原则上我们希望用一年的时间来进行整个修复完成 整个修缮的工作需要进行一年呢 是 好像我们看到就是这整个修缮的工作 如果是一年的话 其实我想也进一步来请教建筑师 大概会花多少的经费来重建 来修缮 我们目前的话大概 我们预计大概将近一千五百万的工程修缮停会 其实文盟楼的这个整个面积并不是很大 它一层楼的面积也将近三十几平 两层六十几平的一个空间 那就是我们的那个中央跟中央文资局跟台北市文化局 各会补助四百万 总共政府这边会补助八百万的这个工程的修缮 所以就是等于林丽萍女士她自己要筹七百万就对了 大概是左右这样的一个金额 好的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访问的是建筑师吕大吉 那么他受到林丽萍女士的这个邀请 还有委托他要来在台北市的这个文盟楼 要把它修缮 而修缮的时间是在明年的农历一年之后就要开始 大概会预计进行一年的时间 而建筑师一开始也为我们解说了什么是文盟楼 各位听众也许你并不了解 你就觉得为什么今天志平要介绍文盟楼 事实上他过去其实就是工厂馆 而作为一个工厂馆过去我们我记得之前吧 我这早安台湾十几年来的节目 我们曾经都来介绍日日春协会 就是还有就是工厂协会 他们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 不管是抗争也好 或者是一些社会运动进行也好 这里文盟楼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社会运动指标的所在地 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则讯息的时候 决定要邀请吕大吉建筑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来谈一谈文盟楼 为大家介绍文盟楼 也许你过去对这个地方是陌生的 当然从现在开始 你对这个地方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认识 因为呢在整个重建的过程 修缮的过程 它象征了某种意义 所以建筑师我想接下来继续请教你 就是说我们从新闻上面得知 过去一直曾经居住在这个空间 有位林一贵老先生 但事实上他原来这个房子是他的 后来他把它卖给林立平了 然后未来 其实在这段时间 他即便是卖给了林立平女士 他好像每天都会回到文盟楼来 那所以听说未来 这个不是听说 就像您在未来修缮这个空间之后 事实上也为林一贵老先生 他未来也许天天会来到这里 有一个新的一个规划 那么我想请教您 他的林一贵老先生 会在这个地方一直在这边陪伴大家 他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是 首先就是说 林老先生已经90多岁了 可是他身体还很健康 很硬朗 那他在我们准备修缮之前 其实老先生一直都住在二楼 那现在我们老先生暂时住到外面去 可是他长久都是住在这里 所以常常会跑回来 那我们也希望说 老先生未来在我们修复完成以后 他其实就是这个地方的一部活历史 所以我们希望老先生未来可以进驻到这个空间 然后帮访客进行相关的解说 那我觉得说 这样的古迹修复以后 就不是只有硬的硬体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温度存在 那也代表某种程度的一个传承 真的 如果说各位我们来到这里听到的专家的解说 其实是来自于一个97岁的老先生 他的解说 而且他跟这栋建筑就有非常密切的历史的联动 他就是曾经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然后他的解说可以带给大家非常温暖的感受 这也是建筑师宁孔宗所说的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温度 我想这是非常感人的事情 那么对社会运动来说 对老一辈的台北人来说 甚至是某些特定的族群 文猛楼他的历史定位 其实也是不言可遇 新的空间修缮完成之后 开放之后 应该要赋予哪些教育跟文史的意义呢 是 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文猛楼其实修完成后 他其实是记录与建政一段段的这个性产业史的一个变迁 那所以我就在不同时期的这个性工作者面对政府体制社会形态 他有不同的职业方式跟生活形态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他是建政变迁中的性工作者的生活史 那第二个是 这里曾经作为风仓自救会的这个会馆 我认为他曾经是计权运动的这个基地 具有进步与批判性精神的计权运动基地 所以我觉得文猛楼的修复完成 是让我们台北市的市民可以扩展视野跟价值 对古基地的这个承载的意义 让大家有更深刻的体验跟感受 我是觉得是他的那个保存价值 在我们此刻跟吕建筑师的连线的时候 我们听众也有一些他们在现场 他们的收听的同事有表达一些意见 也不太一样 但是我愿意让他们的意见来请教建筑师 他们说如果说我们现在是不喜欢 这个所谓的从事这样的八大行业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建筑 我们还要让它重修 然后还要让它存在 干脆就让它消失好了 就让大家去遗忘这个地方就好了 您对于这样的意见有什么 可以提供他们做一些思考的吗 我想就成为我们刚刚讲过的 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能够体现 当年的一个长平生活 那其实历史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个人认为说我们要保存下来 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再去做共产国 它其实是变成一个教育馆 那我们最重要的课题是说 我们能够保存下来的同时 就刚刚我讲过的 有不同的价值在这个城市里面 尤其是我觉得性工作者的这些权益 他们应该被尊重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推广 技能跟工厂的一个文化 而是尊重 真的是两回事 诚如建筑师刚刚所说了 文梦龙的修缮 并不是要再去做工厂馆使用 而是一个教育的意义在这里 那么也凸显出来 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不同的价值 我不知道各位您听了建筑师的解说以后 应该是对这个问题 如果你过去只是存在着 单一价值的一个判定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要看一看 我们尝试的接受一下 建筑师告诉我们的一些新的思维 我们可以这样告诉大家 就是说为什么过去会有人 愿意从事这样的行业 其实应该也是受到生活所苦 生活所必最重要的是 它解决了很多人的性需要 而这件事情所带来的这个社会意义 也绝对需要我们重新加以检视 也需要我们重新再让大家更认识它 好的 现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点20分14秒了 我们今天为您连线的是建筑师吕大吉 我们请吕大吉建筑师告诉我们台北市的文盟楼 在2006年早就已经被公告是这个设定古迹 但是它却是一个私有的建筑 那现在呢屋主是林立平女士 她教了这个修缮的计划 那么也通过了文资审查了 明年的春节就要开始动工了 而此刻我们请负责 春节之后就要开始负责动工的 这个修缮动工的建筑师吕大吉 请他来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其实值得大家重视 更重要的是它带给大家的教育意义在哪里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教育意义是非常重要 这也是今天我们跟吕大吉建筑师 一块来连线的主要原因 好我们非常谢谢建筑师跟我们的连线 谢谢您了 谢谢